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夏天应该是美好的 应该是充满着阳光的 充满着热情的 为什么是苦夏呢 这个苦夏真的是苦味的夏天 而且嘴里的苦是持续的 我一到夏天就没什么食欲 就特别想吃点凉的 我就特别喜欢把那个西瓜 黄瓜放在冰箱里 你说这黄瓜它其实很清爽的 但是我吃起来就发苦 我一开始以为是黄瓜的问题 当我吃到一个 两个 三个的时候 都苦的时候发现是嘴里的问题 不是黄瓜的问题 你这个嘴里边会有一种苦味 对 我现在一到夏天 就是一个是吃冰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舒服 要不然我就没有胃口 我现在连杯子都冻在冰箱里 就是我回到家 一下班第一件事 先从冰箱里把冰杯子拿出来 然后再拿出冰饮料 然后倒进去 我才觉得放两个冰球 我才觉得爽了 听起来觉得好害怕 你这个太凉了 你就贪凉了有点 贪凉 还有就是贪辣 就是我一定要吃口味非常重的东西 麻辣的 我才能吃进去 但是越这么吃 好像越没胃口 恶性循环 好 那连续呢 我以为只有我这种胖子才有这种 连续是心里苦是吗 夏天的不是 他们瘦也有这问题 他们这问题都有 除了之外呢 还有一种心理打击 你说吃也吃不下去 喝也喝不下去 休息还不好 整天下打肚 他我觉得应该能瘦下来吧 还出那么多汗 他也瘦不下来 就是在生理上 在心理上 给你双重打击 这挺难受的 没有精神 没有食欲 嘴里发苦 我们的这个夏天 为什么是苦苦的呢 我们如何来缓解呢 马上为大家请出 中国中医科学院 针灸医院周宇副院长 欢迎周院长 你好 周院长 你好 欢迎 突然想到一句话 叫宝宝心里苦 这个此时此刻 夏天呢 这心里特别苦 嘴里也苦 那这个苦夏 我们究竟该怎么定义呢 苦夏呢 其实刚才几个嘉宾都分享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它主要是在夏天 尤其是在这个长夏的这个时间段 实际比较旺盛的这个时候呢 主要表现就是食欲的下降 食欲的低下呢 也会让我们的这个气血呢 不够充盈 就会出现一些疲劳啊 乏力啊 肢体的这种失困的这种表现 可能还会出现一些 工作效率的低下呀 学习效率的这些低下呀 等等一系列的这些症状 那您的病人当中 有这样的情况的人多吗 很多啊 去年夏天的一个患者 一个女性三十多岁 她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 夏天呢出差 出差在外边呢 生活呢 确实不像在家里这样的有规律 她就是为了 让自己的食欲更开一点 也像咱们的嘉宾一样 就经常吃一些凉的呀 然后辛辣刺激的 然后休息呢 也不是很充分 这种情况下呢 哎呀 等她再返回北京之后 哎呀 黏头打脑的 然后疲倦无力的 就到了门诊来了 关键关键呢 她说这个苦下吃不下东西 然后就觉得身上更没劲 然后她的工作呢 又是一个高脑力的 这样的一个脑洞 时不长的出点小错 她说呀 我得赶快在您这儿 规范的规律的 好好的治疗一小段时间 要不然呀 我悄悄跟您讲 我的工作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苦下对我们的健康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对我们的生活影响 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这个夏天 我们会过得如此苦呢 苦下呀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季节 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苦下呢 更多地对应我们的 这个四季里边的这个涨下 涨下这个季节 不同于我们刚入夏的时候 立夏的这个阶段 它更多的是这种 湿气的这种 湿血的困扰 它对应我们的这个五行里边呢 它是属土的 然后对应我们的脏腑呢 它也和我们的脾脏 密切地相关 它一般在阴历 浓历的六月左右 我们在古迹上记载呢 长且旺 这个季节呢 它是属于涨下 然后像我们刚刚入夏的时候 它就是炎热 像涨下的这个季节呢 它更多的就是湿重 桑拿天 对 这种桑拿天 闷闷的湿湿的热热的 有的时候白天行走 在这个户外就感觉在蒸锅里的 这种感觉一样 它就会把我们脾的功能影响到 然后我们在蕴化水湿的这种情况呢 它就会受到阻碍 那刚才这个孝叔说到说 夏天没胃口 没胃口我就特别想吃冰的 但是我在想 这个冰的呀 吃的时候是很舒爽的 但是吃完了以后 是不是也会对我们的脾胃造成伤害呢 是的 长夏这个季节 出现苦夏的这种情况 它最主要最主要 就是和我们的湿血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了 没有胃口 我们就想吃点凉的 然后刺激一下 想吃点辣的 开开胃 这种情况呢 它实际上呢 是因为我们自然界里边的这种 天气的这种湿热 影响了我们的胃口 也会影响我们这个脾的这个韵化 再有呢 如果我们再摄入这种冷的 或者是过辛辣刺激的呢 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内湿 除了外湿之外 自然界的外湿 还会形成一定的内湿 内湿呢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脾的韵化 有很大关系了 所以这个脾和湿啊 它是一个互为因果 互相影响的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在涨下这个季节呢 我们要立湿 就要互脾 再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脾和胃 我们经常把它放在一起讲 脾胃的这个功能呢 它一个是煮生青 比如像我们脾的功能 它就是一个生的作用 像胃呢 它就是一个降的作用 它必须升降在一个平衡上 然后咱们整个的胃肠 才会比较舒服 然后我们总吃这个辣的呀 凉的呀 就会让我们的脾胃的 这个功能失调了 就会出现胃胀满呀 然后胃气该降 它不降呢 它就堆煮在这儿 就感觉好像胃总是这样胀满的 食欲又很差 脾胃又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后天的根本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 特别的没有力量 四肢无力 然后就想贪作呀 这种各种感觉 怪不得夏天很多人说 不想干活 就想着躺着 无心工作 对 您刚才谈到的这个脾很重要 而脾我们经常看到 会跟这个湿联系在一起 所以有脾湿状况的人呢 非常非常多 那么究竟我们如何在这个夏天 来调理我们的这个皮湿呢 我想推荐大家 一些比较有效的 外质的方法 因为咱们到了夏天 咱们已经苦夏了 食欲都不振了 我觉得我们就不把这个 口服的这些药物作为首选 我们推荐一些 外用的一些方法 通过我们的一些这个 穴位啊 经络的这些刺激和这个 调理的这个作用呢 来在长下这个季节呢 通调皮精 嗯 好 那我来考考大家 皮精大家知道在哪吗 也许 嗯 啊 这么专业的健康之路的老朋友了 皮精在哪儿 你不知道吗 又是 我什么说不知道了 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呢 你跟我们比划比划 应该就在肚子上嘛 皮精 对啊 就横着这一条嘛 啊 你看这胃也在这儿 一线也在这儿 胆也在这儿 反正消化的全在正面呢 应该这一道 哦 敲肚 我这旧绒轩那一道 你看 一听就是错的 这经络都是纵向的 怎么会有 还有来一横向的 对 其实经络呢 它就是内属脏腹 外落肢节 哦 我们基本上呢 都是这样的这种 纵向的 对 头到足 从足到头啊 或者是四肢末端啊 这样的一个巡形 我们这个足太阴的 这个脾经呢 它是从我们的足 然后到我们的 脚腿的内侧 然后到我们的 大腿内侧 然后进入我们的 胸腹部 然后连舌本 散舌下 是这样的一个 巡形的位置 它的功效呢 有补气血 清热力湿 化痰植藕的功效 我们会通过 这个脾经上的 这些明星的去湿血 然后在长下这个季节呢 通过我们这个脾经 和脾藏的一个对应的关系 来取到一个通调脾经 去湿血的作用 我今天想要给大家推荐 三个明星血 先说最主要的一个 最常用的一个 我们用来去湿的 叫做阴灵泉 听起来很有画面感 就是很有这种流动感 很有这种灵动感 阴灵泉 所以它其实是去湿的一个 很关键的血位 对吧 对 阴灵泉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去湿血 咱们从这个名字上 就可以看出来 阴呢 我们更多地指的是 阴液呀 水气呀这样的 然后灵呢 小的山丘 泉呢就是泉水 源源不断的这个意思 所以阴灵泉这个血位呢 我们在临床上呢 用它健脾去湿 非常常用 再有呢 阴灵泉这个血位 它还是咱们 武术血中的河血 武术血呢咱们就是 颈银输筋河 越来越宽 对 它就像溪流一样 逐渐地有一个变化的 这样的一个规律 河血呢 它是和我们的脏腑关系 最为密切的 在上肢呢 是在我们的肘部 如果是在下肢的 这个经络上呢 就在我们的膝关节附近 所以这个阴灵泉呢 就在我们的膝关节的 内下的这个位置 它是皮筋的河血 它排肾 皮湿的作用呢 非常强 在我们的临床当中呢 尤其是在 长下的这个季节呢 我们用阴灵泉 来趋势健脾呢 在临床上应用 特别广泛 整体来讲呢 临床的疗效非常突出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就是我有一个患者呢 他呢就是 明确的就是这个苦下 皮胃功能呢 他也比较的虚弱 同时呢 他也是觉得无力 尤其到下午 他经常会反映说到 下肢呢 就有点困倦 到门诊栏 按压上去呢 还有一点点 小小的水肿的感觉 他就跟我反映 他说哎呀 一个是呢 夏天没有胃口 但是您说 我吃这么少的情况下 体重一点也没有减轻 然后甚至还有点 隐隐的 要有上升高的趋势 我说那你就是 由于这个皮湿 然后皮的这个韵化呀 痰湿啊 这些代谢不下去 所以在这个 长下的这个季节呢 这些症状就特别突出 我就给他用 阴灵泉作为主血 然后再配合 皮筋上的 其他的一些穴位 取到一个健脾 去湿的一个功效 疗效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这个 阴灵泉这个穴位呀 除了我们健脾的作用呢 去湿的作用 还有很多呢 它还可以去除一些 下肢的这种水肿啊 然后足重如果的 这种感觉呢 它有这种健脾的 很好的这个功效 那夏叔有没有这种 足重如果 这种困重的状况 我跟你说 我就是因为 刚才老师说的时候 我倒推过来 我才觉得我有 因为我最近在减肥嘛 吃了一个礼拜的水煮菜了 你最近干嘛呢 减肥 加添辣 有效果吗 就是这个体重 不仅没有下降 还隐隐地有点上升 我就拿了份儿了 这个真的是有点奇怪 然后我还 你们都得岁数了 就都得长得泡点 我们家不是七楼吗 我还刻意不坐电梯 我走路爬楼 我家十一楼 比你多四层 可以爬楼 但是我就有这种感觉 就差不多到三层 我就有点爬不动 就抬腿很费劲 这是不是就是那种 足重如果的感觉 我刚一到安全出口 我就觉得 我不动步子 还没上呢 咱们有同样的这种感觉 这是不是典型的皮湿呢 对 这种觉得体重 没有什么变化 其实它就是一个 水液的代谢 湿鞋的这个代谢 不是很顺畅 湿这个病鞋呢 是非常难以去除的 是 我听说过 它是中灼粘腻的 纠缠不清 对对对 它是非常容易缠绵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我们今天得下决心 把它给去掉 所以是不是 是时候该给孝叔扎针了呢 你看看热闹不嫌事大 那我们来看一看 周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宝盒里边 有什么样的内容 先来看一看 我们把我们的小宝盒打开 既然响应大家的这个期盼呢 那我们 我真的要扎针啊 真的扎针啊 天哪 看看还有没有 我跟她的症状不一样 不一样 我刚才是为了配合她 别怕别怕 说好的姐妹呢 宝贝还有一项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一节小爱助 迷你爱助 对 这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功效 温针灸 它有针的这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同时也有我们这个爱酒的 这个温热的这个作用 爱酒呢 有非常强的一个 散寒化湿活血通络的功效 它把两个呢结合在一起 等于是一加一呢大于二 同时在这个穴位上 既疏通了经络 然后也能够温精散寒活血化湿 看着好舒服呀 这在我们针灸的临床上非常常用 那这个操作呢 是非常的专业的 我们要去到医院 有没有在家里 我们自己可以操作的方法呢 可以 我们就用爱调酒就可以 这个简单 用爱调酒 对 既然我们姐妹都有这样的症状 那就请孝叔来体验一下 我帮你体验一下 来来来 有请二位 曹清华提示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 那在家我们如何用简便的方法 来照顾到我们的这个英灵权呢 用爱酒的方法 我们用它来温精 去湿 健脾 这个爱调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啊 这种比较好一点的这种五年爱啊 或者是这个三年爱啊 尘爱这样的爱调 一定要干燥保存啊 夏天因为尤其是长夏这个季节 很容易受湿受潮 然后我们把这个最外的一层的这个厚一点的包裹纸呢 给它稍微的撕扯一下之后 然后把这点着 用打火机点着 不要用明火 点燃即可 点燃之后就可以看到有缓缓的这个爱烟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手感觉一下 它又慢慢有温度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准确我们英灵权这个穴位 它在这个膝关节附近 在我们的颈骨下的这个小头的内侧 颈骨这个内侧这个凹陷处 有个小坑 对对对 就在这个位置 按上去有点酸 酸酸的 有一点点酸的感觉 我们就以这个血呢 为原心进行爱久 爱久的方法呢 我可以教大家几种不同的方法 一个是呢 我们以这个血区为中心呢 在距离这个皮肤 两到三厘米的这个样子呢 进行一个慢慢的悬揪 也可以叫直接揪 也可以停滞在这 然后如果我们的这个爱久的这个头呢 有远即近 这样的就像小鸟在 雀琢 对雀琢琢 再有呢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皮肌的这个循行 是这样的一个走行的这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以这个阴灵权为起点呢 顺着这个经脉运行的这个方向呢 向下 寻精灸 这个酒的这个时间呢 大概在二十到三十分钟 每天都可以酒吗 我们建议呢是隔日酒即可 隔日酒 在酒的过程中有几个注意事项 一个是呢 我们要注意用火的安全 它毕竟还是有一点点小的明火 给酒的酒都睡着了 对 一定要比较精神的时候 再有呢旁边要放一个小的烟灰缸啊 或者这样的 比较方便弹制这个酒的这个灰 再有呢就是我们在爱酒的这个前后呢 要注意多饮用一些水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爱酒的功效 它用这个温的这个作用呢来去湿 这个时候呢可能呢 对我们的经验呀 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需要补充一些水液 但是不是冰水 对 像说爱喝冰的 我们还是常温 常温即可 酒了半天您再喝点冰水 白酒了 对 那如果我这个爱酒觉得好像有点懒 我能不能暗柔呢 暗柔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 暗柔我们刚才这个取穴的这个位置 刚才小叔也觉得有一点点酸酸的 它就没有我们这个爱的这个温精啊 去湿的功效 渗入性那么好 但是我们暗柔的话就可以每天进行 我们不用间隔 我们就可以每天 尤其是您到下午啊 或者久坐之后觉得小腿有点酸重 我觉得这个夏天还是挺常见的 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暗柔 阴灵拳这个穴位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健脾去湿的作用 那我按压的力度是要很用力的那种吗 稍微的有一点点力量 我们就在这个局部这儿 这样的暗柔即可 其实是这些 逆时针都可以 那我得按多久呢 一般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 每天都可以15到20分钟 每天都可以 如果要是我们取双侧的这个阴灵拳 那我们每个穴位也就是5到6分钟 基本上就可以了 其实顺手就完成了 其实操作起来还都是非常简单的 还是跪在坚持 对 跪在坚持 好 希望大家能够在家中开展起来 运用起来 好 谢谢二位 谢谢 那么第二个皮筋上的趋势明星穴位 是什么呢 大横穴 这个我没听说过 大横穴在皮筋上 它是平这个腹部的这个肚脐 脐旁 旁开四寸的这样一个位置 从这个名字上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大呢 它就指了这个气血覆盖的范围 就比较广泛 这个大 广的意思 然后这个横呢 更多的是指这个气血传输的这个方向 它有一个横向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传输 也就是说大横这个穴位呢 它有很强的一个健脾 去失植藕的这个功效 大横这个穴位呢 在我们的这个长下这个季节呢 主要用来治疗一些温热呀 然后这个鼠病啊 中鼠初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会出现一些这种面色发白呀 然后多汗呀 然后有点恶心呀 然后这种中鼠的这种 外感初起的这种急症 那连续你有过 刚才说的比较轻正的这种状况啊 有有有 我们有时候团里演出会到农村去下乡演出 那个演出条件很恶劣了 所以有时候一场二十分钟站下来 大太阳地儿得晒着 下来之后就会有点恶心 你看台上挺活跃的 一下台就觉得脑子发沉 然后找个凉快点地儿 也没有空调的屋子 找个凉快点阴凉的地儿 缓一缓吧 就觉得有点恶心 然后浑身没劲 还是比较常见的 那如何来运用这个大横穴 来调整我们的这个中鼠的这些症状呢 如果在临床上呢 我们一般是用拔罐的方法 一般是用火罐 火罐的这种方法呢 它可以比较快速地起效 它有很强的一个去湿啊 通经的活络的这样一个功效 有比较好的一个 植藕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好 我们来看一看大横穴拔罐 现场的这个画面 我们选取这个腹部的大横穴 大横穴是我们脾经上的穴位 它距离我们这个肚脐正中线的四寸 我们在双侧都可以取穴 大横穴进行拔罐 治疗我们的夏天的中暑和常用 我们基本上是一罐的 把两个穴位都会覆盖上 瞬间就红了 对 我记得好像原来您说过 像什么拔罐 刮沙都是卸的 就把里头这个中暑的 这点火气 热气 就村都给做出去了 对 它有很好的一个 去这个湿热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刚才我们用的这个爱酒的方法 也是要去湿用 用一点温通的这样的方式 因为大家想一下 这个弹湿的感觉 是不是就是很黏腻的 对 但如果我们用冷的东西 比如我们刚才说 喝很多冰水 寒的这种方式去刺激它 它会怎么样 它会凝结吧 枯住 它会好容易把它流动走吗 或者把它去除掉吗 这就是那个热水洗碗的道理 对 我们用一点温通的作用 在长下这个季节的湿 不同于我们刚刚立下的时候 那个热 那个时候单纯的去火就可以 这个湿血 我们要用一点温的作用 然后让它怎么样 变得清晰一些 变得易流动一些 变得有助于我们排除体外一些 明白了 突然中暑了 没有这个火灌的条件 那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样来刺激和运用这个大横血呢 您算是问对人了 我就有这样的亲身的这个体会 我在去年的时候 夏天出差 走在高速路上 然后那个司机的空调也开得挺凉的 开出了这个服务区没多长时间 我就开始出现这种恶心啊 捂突啊 没劲儿的这种感觉 我身上也没有带啊 或相正气什么也没有啊 只能用我们自身的这个穴位 赶紧地用起来 我那时候就用这个大横穴作为主穴 按揉啊 揪蹄啊 然后症状慢慢慢慢地缓解了 对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穴位的这个认识啊 还有治疗的认识又有不同的一个感受了 因为从一个医者更多地站在一个患者的角度 确实我们这个取笑是非常快的 疗线也非常确切 所以您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叫揪蹄 揪蹄 您完了 这样子揪蹄 它有蹄吗 好的 连续你现在给我们上台 请周院长在你的这个穴位上演示一下好不好 首先我们找到这个大横穴 对 它肯定是很像的 对 大横穴我们刚才说它平脊 我们先找到自己肚脊就行了 肚脊 肚脊旁开四寸 四寸 四寸就是五指 四寸是五指吗 可以这样找 然后也可以胸正前往下的这个焦点 胸正前往下的焦点 正好双侧都有大横穴 所以我们找到肚脊 然后又找到这个乳头向下的焦点 这个穴位就定位很清晰了 你先按一按 揉一揉 不是天书吗 天书不 天书还要离肚脊更近一点 再近一点 对 天书的旁边是吗 对 在天书的旁边 然后我们肚脊到大横的终点是天书 肚脊到大横的终点 在这 两寸 它是旁开两寸 它是在胃经上的 这我摁着还挺酸的 好疼啊 我这特疼 是不是我已经中暑了 然后这个揪蹄的方式 就把这个局部的这个穴 现在我们用这四个手指稍微提一下 那是横着提还是竖着提 可以横提 稍微使点劲 我看着都疼 稍微使点劲 我们要用这几个手指的力量往外 这个 往外 先给它按压上 按着这个穴位 这样的像个夹子一样 然后往外揪一下的这样的感觉 往外啊 我感觉肚肠子都要出来的感觉 这回让我爱人干 不是 怎么这么酸呢 对 它还真不就是皮那儿疼 眼泪都出来了我跟你说 它里头都疼 我们这个大横这个穴位呢 它也有很强的一个剑斧啊 这样的一个功效 去湿这样一个 尤其是有一些大便呢 湿重有点黏腻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用到这个穴位 两边一块使劲啊 这样也就是十到十五下吧 就可以 然后也可以推柔 我临床上是 往里 是这样做的 往里我觉得这样更好操作一点 就沿着我们这个肚脐的这一圈 从这个大横这个穴往外一点 然后像这个天书 像这个肚脐实际上是我们的神雀穴 像这个位置 很舒服 很舒服 这样子按是很舒服的 它还有一个这个通调这个胃肠的 这样的一个功效 也有很强的一个降腻植肉啊 这样的一个功效 哎呦 你都按红了 哦 还真是 揪蹄和推柔我们可以交替 比如揪蹄个十到十五下 我们就可以管成推柔 然后症状还没有缓解 我们再进行下一组 好的 感谢两位 谢谢 请多坐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 安神又补脑 睡好 精神好 再来看看皮筋上的第三个明星学位是什么 血海穴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血海穴 顾名思义嘛 它跟这个我们的血有密切的关系 对 怎么和驱湿也有关联呢 咱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 血呢 是因为皮 皮筋有很好的一个铜血的一个功效 然后海呢 就是汇集啊 像海一样广阔呀 所以血海这个穴位呢 治疗绝分的一些病症啊 然后治疗我们跟血热血穴相关的一些皮肤类的病症呢 实际上都有很好的这个功效 血海这个穴位呢 它有健脾 去湿 养血 活血 去风止痒的作用 在我们长夏季节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病 比如说像湿疹啊 比如像慢性蕴麻疹啊 我们可能都会用到血海这个穴位 在咱们的古籍上这个圣语歌中就有记载 热窗帘内连年发 血海寻来可治之 血海穴这个穴位呢 它在皮筋上它有很强的一个健脾的一个功效 同时呢它也有这个银血归筋归原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同时呢它还有很好的一个去热呀 去风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所以它在这个皮肤类的这个病症上呢 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我们皮肤上反复出现的这种状况 比如说这个湿疹 它不仅仅跟这个湿是有关系的 它还跟我们的血有着密切关系 是这样的 咱们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 湿疹它肯定是和这个湿热有一定的关系 对吧 而且在我们的中医上呢 有这样的一句话 治疗皮肤病呢 我们要治风呢先治血 血型呢封自灭 这个时候呢我们血海这个穴位呢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治血去风 然后除湿 然后一血多孝的这样的一个功用 湿疹这个病症呢 在夏天和我们的热湿暑都有很重要的关系 和血热血鱼也有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呢病因复杂 病情呢也是比较变化的 我们用这个血海这个穴位呢 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 那小伙伴们有没有湿疹方面的困扰 我是常年被湿疹所困扰 而且一到夏天吧 这个湿疹会加重 其实我平时就是小腿的前侧会起一些湿疹 但一到夏天的时候吧 你就发现腰间 然后胳膊上 然后脖子上 就是有这个摩擦的地方 也会起一片一片的红色的小疹子 我自己分析吧 会不会是因为夏天吧 我特别贪凉 就是要吃冰镇的西瓜呀黄瓜呀 然后每天基本上都要喝冰水 然后吃冰激凌 吃得特别的频繁 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一段时间内 如果你凉的吃多了 我的湿疹就会出现在身体的各个的一个小红色的小疹子 就会起在不同的地方 就会加重 对 就像把这个湿气都给冰封住了 根本就出不来 对 是有这个原因的 主要是因为夏天啊 我们这个天气的炎热 我们就贪吃这些冷的东西 我们的皮呢 它是一个洗造物湿的一个脏气 它是对这种湿啊 这种蕴化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这个冷的刺激还有这种环境的因素 综合在一起呢 就会让我们的蕴化功能下降了 需要用我们的健脾的方式 然后来去湿 所以圆圆的这些问题 是不是我们就该扎针了呢 我觉得可以有 我们不用常规的针刺 也不用我们刚才大家见过的这种方式 我们换一种 换一种吧 好 我来展示一下 小小的惊喜 想知道是什么吗 你这个大 你像一些什么改锥什么都能管理 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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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气氛组 我们给它打开展示一下 这里面确实物品还是很丰富的 物品很丰富的 这是针 针 这个好像不陌生啊 大家都没有惊喜啊 我们都惊呆了 这是我们的一枚放血的针头 还有一个 它还有一个配合组合 针针针 这是什么呀 酒的那个 这是个气罐 气罐 哦 气罐 如果在我的临床上 我可能就会给大家展示一个玻璃罐了 在咱们这个嘉宾呢 我们考虑到各种 我们就用到这个气罐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拔罐的效应 我们用这个放血拔罐的这个方法 来刺激我们的血海穴 然后骑到一个去湿 去湿疹的一个功效 哇 圆圆 血海上放血 那个场面 还有拔罐 那我们给圆圆一些鼓励吧 掌声鼓励 来 我们来体验一下 圆圆这个时候只能靠你自己了 人生的一次挑战 没问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圆圆这个皮肤这儿呢 这一小片 它实际上就是个湿疹的反应 然后看这两个地方 应该就是你自己养 脑破了 对吧 湿疹这个地方呢 它会颜色呢 就有一点点发红 如果我们没有做任何干预的话 它这个范围可能会由小慢慢扩大 我还擦药了 湿疹它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即便是这个红色的这个点点 慢慢地消失 它也会有一些色素的沉着 就是这种湿疹的这个特点 它就很难代谢下去 然后我们就需要根据圆圆这个湿疹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要找到这个血海穴 血海穴有两个取血的方法 比较简单的一个取血方法呢 就是我们把手附上 然后反手 对 左手放在它的这个右腿这儿 然后四肢并拢的情况下 大拇指尖的这个位置就是血海穴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如果我们自己在家要找 我怎么找啊 没有医者帮我的话 我们就把腿伸直 把腿伸直可以看到这个内侧 这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凹陷 对吧 这么明显 在这个凹陷上呢 有一块肌肉 这个肌肉的最高点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血海穴 这跟我们刚才定位 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位置 我们定位好血海这个位置 就可以进行我们今天的放血把罐了 不要紧张 我先把血位进行一下消毒 范围可以稍微大一点 我们都在给你加油 希望针搭得更准确一些 对 院长已经戴手套了 对 然后我们按照操作的规范的 把手套戴上 很规范的 然后我们取出我们的小小的 小小的放血针 这是那个比较细的那种吧 对 我们没有给圆圆使用 这个比较粗壮的 如果 连续就不 对 有可能 拿出这个放血针 然后 捏住这个局部的 放松 没关系的 放松 放松 选择这个穴位之后呢 我们轻点两下 轻点两下 可以看到这个 没有血 我选的这个针尖 非常非常的尖锐 非常细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 不同 就是血还都是要 啪一下 就是那种 涌出来 这一看就没加在自己身上 我们用上这个小的罐子 这个会不会 吸出来比较多的血 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比较多 喷泉 出血了吗 没多少 利用这个罐子的这个 负压的这个作用 让这个血呢 慢慢地 渗出的 渗出 也还好 可以看到这个血 在这个罐子下面的一些 简单的流动 出来了 出来了 你看那个血出 慢慢地流出 刚才看到的呢 它那个 有一点淤质的那个血呢 要不同于我们有热项 颜色特别鲜红 刚出来的第一滴呢 它是稍微有点暗的 这说明什么呢 还是有一些湿血 它会慢慢化热 化热之后呢 它就会在前面出现一些淤质 伤落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点暗紫的感觉 然后后续出来的这个血呢 颜色就要鲜红一点了 咱们看这个罐子的内侧源 已经有一个小括号了吧 有这样的一个边边了 我们在临床上呢 实际上两个血海 可以同时用的 没有问题 这这个罐得留多久 我们一般五分钟即可 其实圆圆的血还可以呢 马上这一个罐边就满了 大多数的这个施诊啊 还有皮肤类的患者的 这个放血的治疗 基本上都是他们请求我们医生 医生今天给我放血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治疗之后会感觉到 病情有明显的缓解 然后这种失重的这种感觉 还有那皮肤的痒感 会明显地减轻 就是效果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也可以缓解 疗效非常确定 患者的痛苦 会比快 对 我们看到这个血 基本上已经一圈了 时间也快到了五分钟 流冠的时间也不能过久 它如果有一些这种皮肤的敏感呀 斑痕呀 我们可以时间短一点 三分钟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血量 然后时间都已经达到了 我们就 起罐 起罐 然后做好这个相关的消毒工作 你看到 它这个血热呢 还会有一点小的默默感觉 在这个出来的血里面 刚才圆圆看到了 然后把这个皮肤消毒干净 再做一下消毒 然后局部这块呢 稍微有一点点小的医院 就是吸的那个感觉 还挺舒服的 那么如果我们可能没有时间 去到医院 做这么专业的操作 我们在家里 有没有什么简单一行的方法呢 有啊 我们用刮痧的方法 刮痧就需要用到刮痧板 我们刮痧实际上 也用在很多的病症 我们可以用脚脚进行脚刮 然后也可以重刮 都可以有很好的一个 健脾去吃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活血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我们也是选择这个血海这个穴位 脚刮呢 就是选取这个穴位之后呢 然后从上到下 这样的一个转圈的 这样的一个刮法 感觉到了吧 就像一把钥匙在开锁一样 对 这个劲儿啊 对 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先涂一点 润肤的 或者是那个专用的刮痧油 这种按摩油都可以 然后呢 我们可以沿这个脾经 你看这条腿上的湿疹呢 就在这个内怀这一点 正好在这个脾经附近 去湿呢 我们就可以重刮去湿 我们可以 经络的这个方向呢 是从足 然后到小腿到大腿的 我们可以逆着这个经络方向 它是有一个倾泻的一个作用 从上往下刮 从上往下 这样的 往下 甚至到一灵圈 可以缓缓地到一灵圈 然后再往下 这样的一个都可以 然后这个位置是一个重 稍微重一点的力量 跟刚才的脚刮不一样 刮的感觉 对 要往下 你看刮了几下 在没有涂刮痧油的情况 这个皮肤呢 就已经有点要出沙的感觉了 刮一定 刮痧不要来回 我们要单向 就往下 对 这都是往下的 英明拳也是往下 对 咱们就往下这条 看着就觉得很舒服 你就看着 你就往下 梳理到这个 靠三音胶 有点湿疹的这个位置 这个是每天都可以刮吗 我们一般是建议呢 两到三天用一次 刮一次 刮痧呢 它这种重刮的这种方式 它往往在皮肤上 会有一点这个引出沙 会出沙 所以我们建议让它 吸收一下再刮 一个星期 一到两次足够了 那一次刮痧是多长时间 我们每次刮痧的时间呢 就控制在15到20分钟 就够了 好 元元感觉怎么样 已经出沙了 太好了 希望你把这个操作运用起来 这样就能够改善这个湿疹了 对 至少不那么痒 发作不那么频繁 对 掌声感谢两位 谢谢 谢谢院长 好 那节目最后呢 还是要请周院长 再给我们梳理一下 今天我们学习到的 这个知识要点 在我们这个夏天啊 尤其是在长夏的这个季节 湿气特别旺盛 我们需要剑皮筋 来通条皮筋呢 去湿 我们可以用到 皮筋上的河穴呢 阴灵拳 来剑皮去湿 也可以呢 在出现中暑啊 这种轻症的情况下呢 用到我们的大横穴 丢蹄推柔的方法 再有呢 夏天困扰我们的湿疹啊 蚁麻疹这类的病症呢 我们可以考虑 使用血海这个血位的 放血拔罐的方法 综合治疗 或者用刮痧的方式 来剑皮去湿 去风 嗯 剑皮去湿 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拥有一个 清新清凉和清爽的夏天了 节目最后呢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感谢周院长的精彩讲解 谢谢您 也感谢小伙伴们的参与 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 我是丁锡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